男一女穿着羽绒衣背对背 上下移动左右摩擦 再转过身用手指头接触 啪的一声电流声响 两个人都吓到 竟然只是因为穿羽绒衣 靠着背摩擦就能从指尖放电 这段影片在网路上疯传 民众看了都觉得好惊奇 但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摩擦将近20秒钟 第一次什么也没发生 再来一次试试看 真的有小小的电流通过两人指尖 不过一下子就消失 再测试第三次也换人摩擦看看 都没成功 李华老师说 其实汇敬电和衣服的材质 以及空气湿度有关系 如果两个差异大一点点 A物体的电子可能就跑到B物体上去 因此造成B物体带着负电 所以是相对之间不一定绝对 专家解释在台湾 冬天的湿度比夏天相对要来的低 才会比较容易有静电 但是比起外国 台湾还是潮湿的多 所以摩擦容易让指尖放电 不太容易成功 网路YouTuber做实验 不管在室内室外都没有通电 而李华老师说 其实静电的电流非常小 对人体不太会有危害 现在又快到农历年节 民众放假在家 也能和亲朋好友试试看 记者刘志掌黄天耀旅警 台北桃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